11月7日,由北京门和钥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Bravo Entertainment共同举办的开门大集Dorky厂牌发布,即嘻哈世界巡回演唱会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。 Dorky厂牌创始人,国内首位定位音乐制作人刘周,携手旗下艺人中国有嘻哈总冠军Guy,中国说唱圈OG,Big Dog王可,冠军头衔最多的Beatbox,艺人阿新等悉数亮相。 刚刚过去了这个周末,中国有嘻哈年度冠军Guy在蒙面唱将猜猜猜节目中惊喜见面,所引起的热搜狂热还未散去。 当天的发布会一开场,Guy再度以蒙面造型出场,令大家没想到的是,他竟然当着全国媒体和粉丝的面,率先献出一段浪子回头的独白。 非常大大咧咧的,无论在音乐当中,或者是在生活当中,我曾经也犯过很多很多的错误。 但对于这些错误来说,我觉得更重要的是,我把它当作一种经历,能让大家看到现在的我。 在以后的工作当中,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我更好的音乐,更好的未来的发展。 不过相比之下,最近Guy的这一举栋更为圈粉,他把中国有嘻哈的冠军奖金一百万,全捐给希望小学啦。 这个决定我做得很早很早,因为那天去爱奇艺就领这个钱的时候,我本来说实话,我一直想给自己买一辆好车,或者给父母买一辆什么什么好的东西。 但那天我在车上的时候,我突然看到一个报道,就是说,山区里还有好多好多喜欢音乐的孩子, 他们没有正规的乐器,就是没有正规的培训,也没有好的一个教室,都让他们享受音乐带给他们的快乐。 那我突然想,我现在是不是有这一百万,我是不是应该做一点儿,我应该做的事儿。 而且实话是说,我觉得一百万不多,但也不少,我捐出去,捐给所有的,就是我觉得有需要音乐教育的地方嘛,对,我这辈子不只成一百万。 耿直率真要取风的盖发布会现场,还不忘深情地说。 在参加游戏哈,就是这段时间内,和游戏哈完了之后吧,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,就是我到底该走怎么一条路, 无论是音乐,还是做人,或者是以后的生活。 那在这里呢,我特别要感谢一个人,就是我的好哥哥,刘舟老师,周哥。 非凡娱乐北京报道